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四十三集 待邓子月回报华园 范贤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在书房里写好了给皇帝陛下的秘奏 交给院中下属快马发回京都 他便一个人来到了华园的正堂之中 正堂之中明灯高悬照得明明亮亮 尤其是那一箱雪花白银 正安静地躺在箱子里 反射着诱人的光芒 范贤看了一眼这箱子 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坐在了箱旁的椅子上 心里想着银子确实是很管用的 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两银子 就这样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 范贤忍不住又看了一眼 又叹了一口气 终究还是放弃了心中的想法 今天对上了叶刘云 那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 无助的无力 那种感觉 让范贤心里边其实有些恼火 当然 他并未生出多余的自怜自意 也没有什么委屈感 打不过大宗师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只是 他清楚 无论日后的人生怎样发展 自己总有一日是要对上大宗师的 就算不是叶刘云 是四顾剑或者是宫中的那一位 总是要正面汉上遗憾 可是今天叶刘云 一剑展半楼 还有那股冲于天地间的超强气势 都让范贤清醒地认识到 现在的自己 拿大宗师级别的人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是明家拿自己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一样的道理 大宗师太强 强到已经可以无视一般的武力围困 难怪皇帝老子对叶家一直不温不火 难怪苦和当年可以扶植那对孤儿寡母 难怪四顾剑 一个白痴就可以守护东夷城 范贤在心里想着 叹息着 开始想念亲爱的五珠叔 但马上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人生一世总不能永远靠叔叔为自己解忧出难吧 尤其是五珠面对这几位大宗师也不可能占什么便宜 范贤是从心底最深处舍不得让五珠叔去冒险犯难 那么如何才能杀死一位大宗师呢 在一厢白银与满堂灯火的陪伴下 范贤陷入了沉思之中 转瞬间脑子里边已经模拟出了诸多的情景模式与主题 要营造出怎样的必死之地必杀之机 才能将一位大宗师当场杀死 他的手掌下意识地拍了拍箱子 忽而长神而起 高声喊道 开会 开会 一边喊着 他一边往后堂走去 提斯大人喊开会 自然没有人敢怠慢 监察院布置在花园的上层官员 起年小组的所有成员 七名虎卫都聚集到了议事厅 范贤屁股刚落到椅子上 便忍不住笑骂了起来 把林公子扶回去玩 他瞪了一眼来看热闹的三皇子 和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进来的大宝 让丫鬟们将两位祖宗扶了回去 又看了一眼到场的人入 他摇了摇头 说道 把石产丽和桑文姑娘也请过来 下属领命而去 不一时 使桑二人也到了厅中 石产丽 时常替门师处理一些事物 所以对于这种会议状况 并不如何陌生 反而是桑文 温婉的脸上挂着游鱼和吃惊 心想 钦差大人 这意的自然是朝政大事 自己一个唱曲的来做什么呢 今天会议的主题呢 很简单 大家敞开想 什么稀奇古怪的主意 都大着胆子说 半仙揉着太阳穴 头痛的说道 我一个人 实在是想不出折来了 虎卫高达看了他一眼 看出提斯大人的忧虑 却不知道他在忧虑什么 沉声说道 大人尽情吩咐 提斯广义 提斯广义 范贤苦笑着说道 大家伙儿来帮着出出主意 众人好奇地看着他 不知道要急等出什么主意 范贤很认真地说道 你们说 怎样才能杀死一位大宗师 义士厅里马上冷了场 众下属们面面相觑 三文姑娘更是精的将自己那张 有些阔的唇角 抿成樱桃小口 石产丽更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要转身离开 这是意的什么事啊 怎样才能杀死一位大宗师 如果真有人能够想到办法 那南清和北齐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派人去依法杀死四顾剑 然后两国先将东夷城的财富 和那些诸侯国的贵族子女们分了赃 听众所有的人就以邓子月官位较高 与范贤亲近 看着大人的脸色 看着同僚们的古怪面容 小义说道 大人是不是被剑气阵伤了 范贤一正 玄机大怒 骂道 我没有伤到脑子 他也不理会下属们有多震惊 反正强逼着大家出主意 一时间 议事厅内 众人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好捡些荒唐的主意处 只是一面出着主意 一面众人心里边有些不安 大宗师受万民敬仰 乃是神仙一般的角色 此时却要依着提斯大人的命令 想着怎么去害他 那监察院终究是流着黑水的阴坏衙门 略说了几句 众人便放开了胆子 更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快感 开会商议怎么杀大宗师 就算杀不了 但光想想也是有够刺激的呀 有人开篇名义 说道 对于大宗师啊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所以要对付他呢 首先就是削弱他的力量 增强自己的力量 建议用毒 马上有人反驳 说大宗师宫里一致化镜 毒药入体 马上就被化作血水一滩 没有用处 便有人建议呢 应该选择那种 激发人体本身体质的药物 既不是外毒 又不能在短时间内 调动人体的情绪或者精力 事后自然会虚弱 范贤冷冷的插话说道 那是春药 又有人言 欲夺人性命 必先乱其心智 欲使人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应该构置某些特殊的场景 激化大宗师的情绪 让他的心仪陷入 这个混乱之中 范贤点点头 十分赞赏 心里边却在骂着 欧阳风 风了更厉害 邓紫月想了半天 忽然一拍桌子 说道 其实不难 只要想办法布置一个局 让对方无法轻身逃脱 便用六处的弩营为之 一脸而放 不停不歇 好奇真理 拼将万支弩箭 也要让对方体衰气弱 然后再用五处黑气冲制 大宗师毕竟不是神 以一敌千可 可是以一敌千奇 总是会死的 范贤看着他 问道 你这个计划 估计要死多少人 邓紫月盘算了一下 顶道 六处弩营估计全灭 黑气应该还能有 一成的活人 范贤摇头 说道 我是要杀人 不是要自己的人去送死 邓紫月兴奋说道 若真能成功 死多少人倒是无所谓 范贤一挑眉头 冷笑道 那你怎么能 让对方不动不逃 就在那里任你射 任你冲 他又不是稻草人 邓紫月沉默了 头脑大风暴 仍然在继续 众人出的主意 也愈发荒唐无击起来 有人建议当绑匪 有人建议玩雪崩 有人建议在毛坑 这个上面做手脚 然后反驳的意见 也随之而道 首先是 四孤健并没有亲人 他的亲属都被他自己杀光了 同时东夷城那个地方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雪 至于最后那个提议 众人嗤之以鼻 根本懒得理会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范贤冷眼看着这一幕 心头稍安 今日这番看似荒唐的意识 其实它是为了冲淡下属们心中 对于今天抱月楼仪式的震撼之意 叶刘云的骤然出现 毫无疑问 在这些人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阴影 甚至连高达的脸上都很难见到原来的坚毅之色 带着这样一群下属做事 就不能任由他们沉浸在这种不恰当的情绪之中 所以范贤才会正大光明的要求众人 商议如何杀死大宗师 几番讨论下来呢 可以明显的看出 众人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已经淡了许多 亢奋之余也算是扫清了白天里所受到的震撼 效果十分不错 当然 听忠义士的人们呢 也确实提到了一些极有效的法子 谁知道将来范贤会不会用上呢 至于众下属都理所当然的以四顾剑为假想之敌 却有些出乎范贤的意料 庆国的臣民呢 自然是根本想不到要去对付夜流云的 因为与北齐正在蜜月期的缘故 因为范贤与海棠的关系 因为范家小姐如今已经成了苦河大师的关门弟子 众下属呢 自然也不会瞎到在提斯大人面前 商谈如何杀死苦河 又是四顾剑那可怜的 一世直至竹蚕方毕 众人散去之后 游在廊间园内窃窃私语着 为提斯大人这大胆的举措而兴奋 不能自已 范贤摇了摇头 换来桑文 说道 报月楼毁了一半 要修好 至少还要半个月 楼里的姑娘们 是怎么安排的 出事的时候 去疏散街坊的时候 报月楼里的客人们就走了 姑娘们也被撤离到了安全的地带 直到此时 范贤才有闲暇来操心一下自己的青楼产业 桑文恭敬地回答道 姑娘们都暂时安置在别的楼子里 那些老板们极好说话 都接了过去 只是长久待在别楼里 也不是个事 范贤点点头 整座苏州城 此时根本没有人敢不看自己的脸色 那些青楼老板 帮助收容自家的姑娘 只怕乐还来不及 那成 重修的事情 让石产丽去领头 你这些日子就休息一下 范贤忽然间想到了一个事情 将眉头一挑 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狠色 所有的明细 大小账单 全部收好 来年回京 我要找人收账 三文应了一声 范贤说道 你就不要在外面住了 花园地方大 你这些天 就陪陪思思 也帮着照看一下我那大舅哥 三文憨厚地笑了笑 捂着嘴 没有说什么 怎么了 海棠姑娘 也是这般说的 三文轻声笑道 还有 那两位姑娘 也都接到了园子里来 范贤一正 这才明白 他说的是 抱月楼的那两个头牌 梁点点和那个 马索索 心里边呢 不禁有些意外 与海棠心思的细腻 梁点点 还没有正式开牌 住进别的青楼 确实有些不合适 至于马索索 那是大皇子的二奶 可得好声招呼着 携桑文入了后园 范贤抬头一看 只见园中 莺莺艳艳 脆脆红红 处处 荣荣恰恰 农春尽暑时节 梁风有幸 梅月一轮挂天上 四处假山青树下 挂着灯笼 月光与灯光一魂 更添了几分迷蒙之感 便在这片迷蒙灯光之中 十余名姑娘家 正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那些媚眼轻柔的妮子们 穿的衣裳并不多 或立于树下 或卧于榻上 姿势不宜 偶有立光透沙而出 身上散发着淡淡香味 更是质朴鼻中 半嫌一正 不禁产生了某种错觉 莫非自己这是 来到了盘丝洞 这花园何时变成了晨缘呢 姑娘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一时间竟是没有发现 站在背后的这个范贤 屋子津津乐到这 白天抱月楼的事情 那一箭之危 以及钦差大人当街痛骂的雄风 主讲者 乃是抱月楼的两位 头牌姑娘之一 听讲的 却是那些睁着大大的眼睛 犯着好奇 或仰慕神情的小妮子 范贤低声说道 不是说 楼子里的姑娘 都送到别的地方了吗 三文眼唇一笑 解释道 这不是园子里的姑娘吗 范贤这才醒过神来 不禁下意识里多看了几眼 心中叹息着 都说 女大十八遍 这些个在路上 被思思捡回来的流民孤女 怎么在苏州城喂养多少天 也个个出落得如此花之招展呢 虽说眉眼间 又是智意十足 青涩未退 怎奈何这天然一股 青春起息 逼面而来 令人好生快意 尤其这后园向来 进无关男子入内 丫头们正听着两点点 讲白天的故事 兴趣十足 所以行坐举止 也不怎么讲哟 又趴在榻上 挺着小桥腿 半娇憨的 又拿着扇子 搬轻疏的 笔直修长的腿形 隔着薄薄的布 呈现着各种各样紧绷的美感 大黄兄的二奶 马索索 此时正坐在椅子上听讲 虽然白天远远见过当时的情形 但竟由两点点的檀香小嘴 说出来 更添几分惊心动魄 只是两点点这姑娘家 也未曾亲见楼中内幕 所以对于范贤的描绘 对于他临危不敌 胆气过人的描述 未免夸大了些 成功地塑造出来了一位 庆国本不应该有的这种完美 年轻男子形象 园中姑娘们的眼神都热了起来 羞了起来 爱杀了钦差大人 却口不能开 不敢开 就连马索索微微偏头望吃钱 谋中都流露出了几丝异样的神采 范贤咽了一口口水 直到再看下去啊 自己将会犯不少生活上的错误 那些小捏子还在发育 可小嫂子和这个梁点点呢 这俩人却真正乃是天生魅物 眉如带 唇若珠 眼中有神 赌之失神 岂能再赌啊 他正准备咳嗽两声提醒众人 却听得园中一个捏子 无意间讲的一句话 便闭上了嘴 静静地站在背光处 三文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小丫头不过十二三岁 睁着大大的眼睛 天真的说道 姐姐们 为什么一直没有看见少奶奶啊 因为时局的关系 范贤一行人在华园里住了几个月 并没有搬到杭州去 这些日子里 思思带着这些小丫头在园里边生活 这些丫头们呢 自然早就知道了恩人的姓名和身份 能够成为钦差大人家的丫鬟 自然是让他们感到很幸运的事情 可是已经这么久了 却没有看见过少奶奶 让他们也有些奇怪 两点点听着这话 微微一愣 没有说什么 这些小丫头们不清楚啊 她是京都人士 自然知道早年闹得轰轰烈烈的 范林联姻之事 林家小姐是长公主的私生女 这件事情已经渐渐由朝廷权贵材质的秘心 变成了民间流传的谣言 虽未证实却也没有多少人不相信 而天下皆知 小范大人与信仰方面早已经成水火不容之事 这事情 有丫头催了一口 吃到 主家的事情咱们哪有资格议论呢 被思思姐听着了小心你那张嘴 头前那丫头含含笑道 其实喜儿也只是想看看能配得上少爷的少奶奶 真的是什么天仙模样 在他们的心中啊 范贤自然是最最上等的一流人物 自然好奇林婉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听闻这位少奶奶也是为贤淑大家闺秀 两点点忽而眼珠一转 奄然一笑 说道 不过 听说模样倒不如何出挑 只怕还挤不上思思姑娘 那倒是 有几人能配得上少爷呀 还真不知道以后 哦 对了 咱们园子里是不是还住着位姑娘啊 只是平日里也没有见过几面 好大的架子 两点点似笑非笑说道 听闻 也是大人的红颜知己 只是 又不是思思姑娘 乃是老人了 这没明没分的 闭嘴 隐约知道海棠身份的丫鬟 不好去骂两点点 只好抓那丫头赶紧骂道 真真是想找死了 那等贵人 哪些的摆架子给你这死东西看呀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